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我是摩西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刷爆军事圈的重磅消息 美军的战斗机已经能由AI完成全自动空战了 最近,美国空军部长Candle亲自试驾了国防部正在研制的X-62A飞机 这架飞机虽然是由F-16改造而来 但真正的杀手简是AI自动操作 而不依赖任何人类飞行员满满的科技感 在一小时的飞行过程中,Candle全程为干预 所有动作都由AI自主完成 Candle不禁感慨道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极力获得空对空作战的无限能力 但它始终遥不可及 如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型的时刻 正是AI技术的突破,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这架AI战斗机的全名是可变稳定性飞行模拟器测试飞机Vista 在Candle亲自体验的模拟一对一空战中 由AI控制的F-16以超过55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 Candle的身体直接承受了5倍重力过载 两架飞机在相距仅304米的距离内竞速 通过扭转和盘旋试图迫使对方处于弱势 在AI算法的指挥下 X-62A战斗机在狗斗中展示了一系列高超的战术机能 包括剪刀机动、机转、滚转和俯冲逃逸 AI算法能够让战斗机飞出最佳轨迹 使敌机难以保持在射击位置上 然后通过蛇形机动和颤抖机动等技巧 占据有力的攻击位置 狗斗的精髓在于飞机的能量管理 保持或增加自己的势能和动能 避免陷入低能量状态 使用俯冲加速、爬升减速 通过高度和速度的变化来保持优势 而这正是AI能轻松拧压人类的地方 X62A Vista是由通用动力公司改装的实验型飞机 配备模拟自主控制系统SACS 能够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自主执行复杂飞行任务 它采用了多轴推力矢量 MATV发动机喷管 在失速后的情况下提供更积极的控制 使该飞机具有超机动性 即使在超过传统控制面 不能改变姿态的公角时 仍能保持Pitch和U的控制 SACS通过高级算法 控制飞行姿态 速度和方向 实现自主起飞 巡航 空战和降落 它整合多个传感器的数据 提供全面的环境感知 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不断优化决策能力 SACS还具备应急处理能力 在紧急情况下 能自主评估风险 并采取相应措施 这使得战斗机在复杂 多变的战场环境中 具有高度自主操作和生存能力 AI软件在模拟器中 通过数百万数据点进行学习 团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安装了初始的实时 AI Agent 并在21次试飞中 完成了超过10万行 飞行软件关键代码的更改 随后在实际飞行中验证结论 美国空军试飞员学校 在2024年4月宣布 完成了第一次 AI与人类的空战 两机展现了高视角机头 对机头交战 以相对高的角度 面对面接近并交战 飞行路径形成较大角度的交叉 双方以高速互相接近 在极短的时间内 需要快速锁定对方 并进行射击 同时迅速进行极速机动椅避让 防止被击中或发生碰撞 由于双方接近速度极快 达到了1200英里每小时 人类飞行员会承受 高国载力的冲击 及其考验飞行员的反应速度 机动能力以及态势感知能力 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保持优势 在这方面是AI的强项 而它另外一个绝对的优势 就是冷静的心理素质 而不会失误 这是人类所不具备的素质 而AI飞机的最终目标是 在没有远程飞行员 没有通信 也没有GPS情况下 可以实现战斗机的自主飞行战斗 编队战术或风群的概念 可以忠实地执行指挥官的意图 虽然AI自主飞行带来了巨大突破 但也面临着信任算法的挑战 MIT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丹亚罗博士指出 机器学习做决策时 通过分析历史数据 会发现人类无法察觉的最优解 或者是完全有备于传统的观念 使用机器学习推理的具体过程 并不能被人类完全理解 在狗斗中 AI算法可能做出不可知的决定 鉴于这种不可预测性 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进行这种模拟交战也非常危险 目前还没有权威的民用或军用机构 来认证飞行关键系统的机器学习过程 在Vista飞机上 集成了一个机器学习监督 会防止飞机执行危险和不道德的行为 包括定义允许飞行范围的代码 避免空中或地面的碰撞 以及防止在未经授权情况下使用武器 也许 在不久的将来 AR自主战斗机将成为空战中的统治力量 我们正迈向一个更加智能和自动化的航空时代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